欢迎访问 从您学Mentering系列教程8 Ment合计 本章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如何修改 Ment的默认按照的本地电视服务器设置 第二个部分是关于文件加密的 文件加密我这里列举了有三种 第一个是亚数加密 第二个是分区加密 第二个是虚拟文件加密 就先来看一下大纲 我这个基本大纲 已经在这里已经显示了 就是说默认Ment使用是通过 Network Manage 调用请用了电视 这个服务器就是一个电视服务器 没有本机提供电视服务 不过他没有提供缓存 或者上游的DNS地址 这样在国立解析速度会比较慢 我会通过下面一个方法 首先我到我的一个新的另一个下面看一下 这是我一个新的操作训练 我们打开可以看一下 学生我这个是 先查看一下我的本机连接 一个以太好连接的 是分配的IP是这个 查一下我的本 本机域面解析的配置 它是调用的 这个是120.17.0.1.1 它这个是自动生成的 是通过这个服务自动生成的 那我们可以查看一下 本机服务它实际上 它实际上是调用一个 命令 命令在这里 可以看一下 它是通过这个 这个进程调用的这个服务 这个服务它是 今天端口是这个端口配置文件 是这个配置文件 你要它这里 启动命令缓程是设置为0 设置为0 那它的那个启动的那个配置 陌路是这里 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看来到 配置陌路是这里 你要它这个是 所以它是实际的启动服务 那我们现在去查看一下它的 因为它本机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本机实际上是120.0 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这个域名解析的速度 哇 我这里是 测试一下到腾讯的QQ 哇 它是查询时间是这个 你要去 我再重新查询时间 因为它没有缓存 也是23毫米 再查询一次 它还是25毫米 这样因为它有没有 缓存为0 因为它的设置缓存为0 所以它这个没有起了加速的作用 而且它这里由于它全速启动命令 这个命令它是个空的 它没有上游的配置服务器 但是上次没有配置服务器 我们为了加快速度 而且如果你没有配置 忘了上一个服务器 它实际上是通过 应该是通过这些根目录去查询的 DNS的根域去查询的 我为了加快速度 国立一般是不适合 因为国立的访问 因为根域的都是在国外的 速度都很慢 国立访问都很慢 那我们就需要编辑一下 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 它的配置文件是在这个目录下面 那我就在这下面建立一个文件 那它的配置目录上 我就在这下面建立一个目录文件 然后在这下面建立一个DNS 我就在这看一看 然后在这 然后我在这里建立一个DNS 生成一个文件 然后把这里的文件复制过来 然后保存 这里稍微介绍一下 执行 连格执行顺畜 就是直接 先按着这个顺序来 然后再按着 就是查询的 上游查询的 是先按着第一个 第二个顺序来的 如果你没有的话 它就默认就是使用这些 随机的 第二条命运缓程 我就把设置缓程加个500 第三个就是查询 顾客的服务器 是通过上游服务器 DNS 或者是8.8.8 这是配置的默认的服务器 有两个 然后这里呢 地址呢 这个游库爱奇艺 我是直接配置到本级呢 就把它的本级广告顾虑 或者这些指定定向的 然后保存以后 然后我在 因为这个命令 它是实际的调养 我重启一下网络 重启一下网络 它在网络重启了 从已经启动了 然后我会查看它的日资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日子 对 对 它这个日子 你应该就要我 我会再 嗯 嗯 嗯 什么配多一点 嗯 电视清楚 还不够 看不明 就是再加一号 插显示30号 那它刚才是启动连接 连接 这个警告 没有 因为它是上游的 又是第二次服务器 是这个 再次上游是这个 Google的就是你使用这个 啊 使用第二次服务器 8.8.3 这个什么 就是这个 然后清除缓存 嗯 这个是总扣吧 然后我 然后将来它这样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实际上是已经生 有效生成这个DNS服务器 嗯 因为它刚才我也讲过的这个 嗯 它默认是调用的这个 这个 看一下啊 那它这个网呢 我们刚才是启动这个服务 这个服务 是实际默认是调用的这 这一个 所以我重启了以后 这个也要调用的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它 嗯 我们这个 嗯 继续查询一下 嗯 第1个查询一下 看一下 啊 115 我们再第2个查询一下 2毫秒 它就实际上是本期缓天 3毫 呀 实际上是速度已经很快了 就是一名解析 我再查询一个 嗯 嗯 查一下个163点 那它第一次是48 我再查询一下 呀 它实际上是已经实际了本 低调缓存的 嗯 这个命连 刚才其实挺要 这个这个也不用 可以不用的 这个只是一个没有声线的 你可以自动启动一下 它已经 已经启动了 嗯 这是关于这个 啊 西瓜本机电视服务器 以前有一个 你想想 我查询一下Google的 Google的一个人 鼓励这个电视 8.8那个访问的话 它就自动调用了 它是要 它是自动调用 这种调用的 我这种调用的 我就可以查询一下 刚才那个 这个这个服务器 看有没有 神像 嗯 它是这样 通用 到顾 返回的数据是这个 所以我们 打开优酷的广告 就不会显示的 这是关于第一部分就是修改本地DNS服务器配置 这样速度就会很 就是预免解析会稍微很快一点 第二是关于文件加密的 文件加密我这里有三个方面的 我们修设一下压缩加密 压缩加密 我随便在这里 因为我这是个信息的 可能这里面没什么文件 我随便新建一个 这里有一个这个文件很大 这个是什么 先建一个空白文件 因为我想把这个文件加密过去 我直接实现实现用这个压缩 在压缩的时候文档 我选择文字 你还在这里选择上可以梳理密码 你可以自己选择这个密码 你选择这个密码 你还就可以就把创建以后 这个文件就有那个 如果你要解压这个文件的话 他会想要你要提取 我要提取一下 刚才一件 要提取它 他会提示输入密码 这样就要去提了一个你收的一个是密码错误的话 你就就提不成功 随便输入密码错误的话 随便输入密码 他就密码错误定 他这种方式呢 实际上你把这个文件移到wind7下面 wind8下面 他的也可以wind7下面的把它自带的也会也能够解压的 不需要按照远接 也可以进行 而且也会提示输入密码的 所以应该说这个是比较通用的一种方法 连接连接加密 这不过这种安全性不高 因为可以很容易破解的 但是关于这个压速加密 压速加密 讲一下那个分区加密 切换了 那里有插了一个U盘 本期插了一个U平 它实际上是分区加密这种方式 是通过磁盘来的 磁盘 我这里有个U磁盘 这个磁盘我现在可以把它 酸掉 分区酸掉 然后我就要假设我这是一个新的U盘 U盘以后 我为了 为了加密整个磁盘的话 整个磁盘 格式化 然后这个格式化 如果你是这个磁盘有数据要覆盖的话 你可以选择覆盖 这个要慢一点 这个快速的话 我这里 它有多种方式 一个这个是 以所有的系统坚养 这个是NTM Windows是新的 是Linux 我们一般是用这个 如果要加密的话 是用这个方式 这个安全线很高的 然后这个你可以显示密 密码 密码 这里的话就说 然后 这里就可以选择我们的U盘 你把你这个可以塞整个木 密码 然后这里显示密码 然后这里显示密码 这样你格式化以后 你这个磁盘整个就是那个 行为翻篇 压完 好 这是什么 你这个 你 创建 稍等一下 创建文件 一锁定 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文件的格式 实际上它是先 先建 先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 加密分区 然后在加密分区下面 再加一个 Linux的一个格式 首先它是底层加密两层的 这样我可以 这样可以 那么可以挂在一下 它这个符号是加密的 这个是加密的 如果你注销以后 重新登录的话 它就需要重新输入 你刚才那个密码 不过这个方式 它 它 就是这个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Linux是按照构统的 因为你是全盘加密的话 它实际上它也是通过这个 操作这个方式操作的 或者一个个人工作组 做文件加密 就是分 分区的时候 做加密的话 它都是在这里 所以通过这个 LUKS 这个格式 然后先底层加密 然后在整个分区加密来的 可以把这个卸载 这个是 这个 关于那个 那个分区加密 这个是Linux是自弹的 但是它这一种 自弹的这个 它只要Linux是专用的 就是你 假设你一个U盘 你是自己用的话 也想加密一些文件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加密 就不像 额外按照远接 而且这个加密效果是 已经用了Linux是下面 开发已经十几年了 所以安全性很高的 就是关于这种 第二种方式去弄加密 第三种加密方式 就是这样使用 虚拟文件加密 虚拟文件加密 是使用这个远接 这个远接是最新推出的 以前它是这种 由于这个已经 已经 开发研究已经 不持续更新了 所以它是 实际上是这个课程 然后持续更新的一个 新的 它的官方网站是在这里 然后 嗯 这个 这个下载 就在这里 下载 下载过来 我们可以 我可以打开这个方法 然后我们去 你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看一下 这个 嗯 嗯 这个眼睛可以 再到官方这里 这个官方 嗯 这里可以下来 它是多多频来的 各种各种平台都有 最新版本是1.16的 这是wind的 嗯 最新版本是wind的版本 你看 啊 这可能是linux 写 苹果的 这里有一些 它的一些下载一些 签名 签名 因为 因为我们特别是 注意安 特别这个远接 是用安全用的 加密用的 所以安全性 很很需要 我们下载的远接 最好是因为做一下 你再检验一下 看下的是不是完整 中途 有没有被你串击过的 所以如果你 另一个手 就下载这个 你一定是按照 按照眼镜 它支持 64位 32位都支持的 它也有 然后这个呢 然后我们下载了以后 我们最好是用个 签名 用签名 我是这里 我是用的是 64 52位的认证 把这个认证 把这个也下载过来 我这里为了节省时间 我就把这个认证 这个 52的 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是这个 我都已经下载到本机来了 可以 看我现在 再可以再面临一下 怎么操作 可以 因为我这个系统现在还没有 就是张中文 所以 就在这个认证 那这个认证下载以后呢 放这两个 我们也检验一下 它是不是一个 那个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命运 把这个 对 然后我们再查看一下 这两个是不是和一样的 上了一个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这个是生成的 下载以后 只能生成的 它这个是 B4 我们这里常常对应的 这个 C的 这个 暗张 BG3 BG2 它实际上也是 所以它 痒痒痒 跟它都是一样的 这个 生成的 编码 跟这个 数字认证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下载的是完整的 下载以后 我们需要解压一样 实际解压很 通过这个命令 直接直接解压 它直接把四个程序 成文学名 已经解压 解压够囊 那解压够囊 我们它有四整案 四整案 这么发生 一个是控制台 一个是图形 我这里 今天已经用图形 我可以查一下 大家查的时候 学生对应自己 是多少位的 我这个是64位的时候 对应64位 一个图形 按照就用这个按照 命令和按照 就用这个按照 那我现在可以 按照一下 唯一 可以 64 我们可以按照 按照 它提出弹出来 一个这个 我们现在按照 这个解压 我最为方便 我就按照 这就是它的一个协议 我支持它 接受 接受 它就按照 很快就按照 如果你要卸载 的话 通过这个这个脚本 就直接卸载 OK 这里已经按照了解压的 一些包 可以看到我们 主乘数就是 因为可能是桌面的 一个 有桌面的 这个卸载的程序 OK 我们按回车 推出去 推出去 然后按照好了 然后我们可以到这里 附近这里面 可以看一下 可以打开一下 好 就是这个一个 加力元件 是全球最著名的一个加密元件 然后这里 我这里打开以后呢 按照构成已经好了 然后打开完 因为另一个是这样 它默认 它是没有 中文 中文 中文语言包的 Windows下面 它有中文语言包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唱去虚拟加密 我在这 前面唱 它这个虚拟加密 有扬轴方法 一个是通过文件加密 一个是通过分区加密 我首先我要讲一下 通过文件加密吧 通过文件加密 这个是标准加密 一个是隐藏加密 通过文件 文件加密 之间是创建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文件 虚拟文件 文件容器 然后 然后到里面去 这个虚拟 这个标准加密 就是加密 就是直接加密 就是需要只 只有一 一个分 就是你输入密码以后 直接就可以打开 可能隐藏券的话 就是你这个文件里面 它可以 你输入正常的一个 可以用明文的 就是你比较简单的密码 就进入这个分区 就是书文 另外一个复杂密码 进入隐藏分区 它就是说 你输入不同的密码 进入不同的一个分区 就是一个在明 有两层的意思 就是说 先里面 再还有一个隐藏的 我们一般是先 如果你是通用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 我们今天用这个 这个去选择 你一个传出的目录 这里为了方便 我就去选择一个 我就选择一个 我就选择一个测试 在这里测试 我会把这个提示 这个是不同的加密方式 在很多加密方式 这也是一个 那个也是一种 协商的这个 我们讲 这个可以选择 我们的未来接线时间 我这里选择这个 SIM 比方向你可以选择很大的 你选G 因为在加密过程中 传选 这里有输入密码 这里有输入密码 而且这里还可以 所以如果你勾选这个 许在PM 也就是你再有一个数字 有两根数字 任何数字 任何一个数字 如果错误的话 都解密不了的 这个是显示密码 我这里 因为无名的方便 我觉得这样 这里如果 你还可以 通过文件 就是你可以 输入一个文件 就是你在解压的时候 一定要找到这个 原文件 才解密 这就更安全了 我现在这里是用 就像用密码 密码 密码 用这个 使用文件格式 没有 我们又要通用了 那我就用这个 如果你是 如果你要大文件的话 如果你是 一个文件 一个文件 大于4G的话 你就用这个 那 那么在这个 Find 这个就是不支持大文件 的 嗯 我先先用这个 使用的小 你可以 手标在这 随机画 等等 然后 随机 随机生成一个 那个 然后再格式化 这很快的 因为我这个是 先进一个文件 只是用 12 如果你们就大的话 可能上一段时间 稍微要久一点 嗯 因为完成了百分之百 速度是 这个 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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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 好 这样 这里又是重新的 我这个就退出了 好 我刚才 然后我现在要把这个 加密进来的话 很简单 就把选择这个文件 刚才我这下载 在mono下面test then 我加密 然后挂载 进来 说呢 我刚才那个密码 如果 你当时要用的 这种方式 用UIP 还有文件的话 你就一定要勾选 因为忘记任何一个的话 你都解密不了 啊 这里要说 因为在你那个时候 它有苏联的管理员的 本机的新的管理员 那个 本机的 嗯 密码 在温度之下 好像没有这个提示 它挂载在这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 嗯 在这里 十按摩之下 所以你在这里面 创集的内容的话 嗯 随便创集的内容的话 嗯 随便创集的内容的话 嗯 所以就放在这个文件里 都是加密的 然后你 你一个 用完了以后 你需要把这个 啊 挂载 那就是 卸载下来的话 你先这样按这个 就可以 你把这个文件 从这个盘里面卸载下来 你要 你要传输文件的话 你是这个 就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是加密的 但是 十按摩的 它里面有包含内容 你如果没有密码的是啊 嗯 就是基本上是 没法解解开 这里面的内容的 这是关于这个 嗯 虚拟虚拟文件 虚拟文件 虚拟文件 这是磁盘加密 磁盘加密 磁盘加密 那我就 现在我再来一次 搞一些磁盘加密了 我现在就在这里 操作一次吧 上几个新的 使用文件 分区和磁盘 我这里有个标准 还可以用隐藏的 可以试一下啊 我先用隐藏的 做一下吃饭 我选择 选择这个磁盘 因为这是养鸡的 一个牛盘 以后 它的提示 或者数据 都会丢 丢失的 在那里 在不同的加密方式 跟 不用加密方式 你认证 那我继续写个密码 修了这个外层的密码 这个据外层密码 我就说了一个 简单一点的 就是 奥特 密码 然后我就进去下一步 他说 这个密码太短了 因为被破解 我这是 因为我这是 变得定 顺利 那是进行 分缺 进行 漫层加密 他这里会显示数 马上格式完了 这格式数 就是 显露速度是2.52 等我呢 UPA显露速度是一致的 比UPA显露速度还慢一点点 我的UPA速度是2.7 这个是2.2 5 嗯 嗯 嗯 对 对 这些打开了 自动去挂着架 打开了 嗯 他这个提示 Auto 转 内容 已经完成了 我们再下一步 占换 连长捐 连长捐 他所谓 olla 連常捐的一些加密方式 還 啊 练證方 smell 这里可以写到最大 因为外层最大是1.9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写个500按摩 下一步 这里要输个密码 这里有点方便 我要设置一个 这里也可以设置你 所以URB键盘不同的认证方式三种 而且可以混合 我再隐藏密码 这里我试会做 是因为可能太短了 我写个20 这个数字一定记住 我写个20 我写个500 我写个500 继续用这张格式 他继续在写 这个是现在随机的一个 那个你要再格式 格式化 这个要记住 那个刚才那个也有两个 一个是隐藏券的密码 一个是以前的PRM 好 这个你长距离已经成功了 确定 好 完成 推出 好 我现在又把这个 选择一个取得盘加密 加载 好 我先按下加载 好 这里如果我是说外层的话 直接 速度外层out 因为显示 这个是刚才我们密码 是这个out 等一下 因为他这个加密方式是很强大的 所以他这个速度会慢一点加密 好 2.5M加密 然后你可以在这里长距文件 好 这也是长距文件 然后我现在不 因为我用另外一个方式 我卸载掉 然后我 然后加人 里面的那一层 里面那一层 里面那一层 里面那一层密码 他也是学员 因为用了这个 这个时候好像是500 可以显示一下 这个密码就是 隐藏的那个 要你确认 刚才我们说分配的是 好像是500 嘛 嗯 因为他 因为我们刚才用那个PM 他是 500次的那个算法 密码和加密很强大的 嗯 嗯 再稍微等一等 嗯 加密码成功了 啊 挂在的是 嗯 我们说 这个加密的里面 他刚才我们打开的就 刚才那个奥头文件名 这个是领藏的 这个是领藏的 但是他这个大线是500多 所以最大只能 还存为500 所以你外层里面 这里存的500 那外层里面 只能成一点一点四季了 因为整个是两季嘛 要减出这个里 里层的 所以你外层里面 站得太多了 那么可以 嗯 可以看这个是四季 在隐藏卷的 所以你通过不同的 一同一个尺盘 通过输入不同的密码 嗯 打开的是 如果你输入外层密码 就打开外层卷 如果输入里层卷 就打开里层卷 所以这个很安全的 就是说 你有时候你 哎 有迫不得已 你要告诉人家密码 那你在书里外层卷的话 那他也拿不到你的资料 那会 你层卷 他就不知道了 就不知道你这里 有没有你去的 因为你是从这个 池盘的这些信息 是看不出来的 这个池盘这个状态 是看不出来的 每个没加战的话 是看不出来 我们可以卸诊的 从这个池盘这个状态 是看不出来的 他也不都不知道 你是怎么一种池盘形式 都看不出来的 这是关于这个 这个圆键上 他实际上在 Windows下面 还有苹果下面都有的 是很通用的 所以如果你 哎 有一些机密文件 需要加密的话 而且U盘加密的话 你放这里以后 基本上 你就是丢失了 这样也不会受密 就是关于这个加密 方式 第三个加密 这个第三个 我就接到这个圆键 这个圆键 是美国中情组 好像都能解开的 是路灯 当时好像也难 都是通过这种方式 加密自己的信息 而我 现在关于加密 但是这个 我说 这个刚才我是关于 这里我当时是 现在是按照我们 是通过这种方式 按照 卸载命令 如果我们通过第三方的 PPI 将 按照也可以 而且直接按照 是把这三个命令 卸载掉的话 就直接 卸载掉了 真的卸载完以后 把这个PPI 也卸载的话 直接 好像我直接用这条命令的话 但是好像 Main 推下 好像没有这个参数的话 我也通过用这个 按照这个PPI 刷存 清除的 你要这个清除的话 但是这个好像需要时间 只要如果 如果你 或者通过眼界源里面的 眼界源一般 也有一种 按照卸载的PPI 方式 连接原理 那这有额外的倡库 额外的倡库 也把这些 额外的 PPI 因为我这里没有 因为有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直接卸载掉 因为我这是个新系统 这是关于这个 加密方式 然后最后 稍微总结一下 一个 大家对加密要求非常高的 我也可以高 在你 你这二张的时候 是全面加密 全面加密 以后本来就是 你启动系统的时候 都需要密码加密的 进入 操作系统 而且你这个磁盘 就是被人拿走以后 它因为是全排加密 也打不开的 然后在里面再通过 这一种虚拟文件加密 然后你复制过程 在那边 所以你这个整个 就非常之安全 基本上是打不开你的系统 但是关于这个 你那个是这个文件加密 我主要讲的是 一个压述加密 这个是你那个是专用的 你要专用的 但是最好一般一个 要求不高的话 就有压述加密 要求通用一点 就文件虚拟文件加密 因为这个文件的话 复制到Linux Windows下 还有苹果下面 都可以用的 因为它就三周眼镜 在这三周平台下 都支持的 嗯 好了 今天的那个 这个课程就是讲到这里 这是本 本性的的最后一个课程 大家一问 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给我留言 可以给我留言 好 谢谢大家 再见